巴以和谈前夕,中东三大抵抗组织碰头了 各位大家好,我是卢中成,欢迎关注中成Talks 自去年10月份巴以冲突重新爆发以来 深刻影响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 甚至因为冲突的扩散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全球局势的发展 而在最近,新一轮的巴以和谈展开前夕 中东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情况 中东三大抵抗组织罕见的碰头开会了 根据法新社的消息,抵抗轴心最近开始了全新动作 多个成员组织开始秘密会面,讨论下一阶段针对以色列的行动 这个事情的背景是哈马斯14号向巴以和谈的斡旋方提供了停火协议的要求 而以色列虽然不同意,但是也愿意安排官员进行会面 额外提一句,法新社这里的抵抗轴心一词 其实有着很浓厚的西方歧视意味 是西方视角下的贬低词汇 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常说的抵抗之乎 包括伊朗、叙利亚、雷巴嫩、珍珠党等等 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哈马斯、菩萨武装这些组织 西方媒体用抵抗轴心这个词实质上是在否认和暗示这些组织的合法性问题 并往恐怖组织那个方向再节奏 西方媒体在玩文字游戏上其实还是很厉害的 言归正传,按照法新社的说法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组织 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哈马斯 在最近和也门的胡萨武装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 举行了一场罕见的线下会议 而相关讨论内容是他们协调针对以色列的行动 但参会人员、会议地点、外界都不清楚 先来说一下我第一个感觉吧 就是这场会议有利的打破了自新英文巴以冲突以来 一直流传在我们中国国内的一个传言 即阿拉伯那帮王爷们面对巴勒斯坦平民被屠杀时的无动于衷 任由以色列宰割 怎么说呢 这几个组织在中东地区的活动那是非常谨慎的 尤其是他们内部具有话语权的领导人 被西方间接组织和带领人盯得是非常紧的 遭遇暗杀、投毒之类的行为根本就是家常便饭 然而这次几个组织居然跑出了自己的地盘 在一个未知的地方见面、开会 你要说没有所在国参与帮助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真如传言里所说 那些阿拉伯王爷们冷漠的对待巴以冲突 甚至主动带路 那这个会议的路线恐怕早早的就被通报给以色列那边 以色列那边可能就开始下手杀人了 但这些呢都没有发生 这代表了什么呢 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而且二战结束没多久 巴以冲突就开始出现了 这几十年来以色列是美国最核心的战略盟友 所有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都是最优先级别供应的存在 巴勒斯坦的一些组织和势力 一直在和以色列进行对抗 双方如此大的军事和经济差距 那巴勒斯坦既无战略纵贞 又无险要地形 能坚持这么多年 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没有后面那帮看似无东欲中的王爷们的帮助 巴勒斯坦的抵抗组织 如何能够存在下去 并抵抗至今呢 坦算的说 就我观察到的情况 巴以形势终究还是要走向和谈 不是双方放下了仇恨 而是双方都没有办法短期内消灭对方 而一方需要喘息 另一方需要发展 所以停火和谈是大势所居 但这个过程中 又比如这次中东极大抵抗组织碰头 本质上还是不断进行抵抗反击 航持自己的谈判筹码 进一步来说 以色列从开始的速胜论转变为谈判 福塞武装和哈马斯也向世界证明了一个真理 尊严只在剑锋之上 国际地位是靠铁与血换来的 大家说是吗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见